我們現在來補充一下就是剛剛這個學習記要的部分 重點記要的部分 剛剛我先講了一個 就是它可以存在什麼 不是PSD以外的檔案格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呢 這些東西它也可以真正變成3D 也就是說你現在做好了這個 你現在做好了這個 比如說我這樣進來 進到重新再進來濾鏡裡面的消失點 好這個部分如果你想要變3D 就從這邊 它就可以變為3D塗層 在Forecure裡面就可以用3D的方式來檢視這個圖 這個算蠻特別的 當然它也可以轉存成模型 各位像3DS就是3DMatch的 那種比較open的 那DSF就是我們那個CAD的 那如果你用這個 它就會 它會告訴你 你會變成什麼 Photoshell 3D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講Photoshell 3D 好 它應該這裡選好了有沒有 但我按確定的時候 它會問你一件事情喔 有沒有要轉成3D塗層 確定 然後它就跟你玩真的 是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後面有一張 這裡注意一下這裡的變化 這是原來的圖 這裡有沒有另外一個圖 對不對 那你看喔 我在右手邊 這裡 我把上面先縮小一點 你看這裡 這裡是我們剛剛的 有沒有 上面有沒有多一層 所以你又多看到一種什麼 影像的這個圖層類型 智慧型物件跟這個是不一樣的喔 對不對 這裡是3D的 好 那你看這裡 剛剛我們現在這裡變3D之後 我可以把它移動一下 我只要變這個移動工具 我可以把它移過來一下 在這邊 因為它真的可以動 你看 我們拉動一面 這裡還有另外一面 對不對 好 那我如果要整個移動它的 我就從這邊 從這裡 叫它過來一點 滾輪往前 這裡 這裡 這裡有那個 這裡往前 叫它前進一點 這樣 有沒有發現這裡真的有3D的感覺 我可以旋轉一下 來這裡 旋轉一下 等一下 這邊 我用這個旋轉好了 來 這裡 就是它會幫你好像包裝紙那個概念 包裝紙那個概念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需要這樣 我去轉不同的角度 好 不同角度 甚至我在跟我們的原本的影像做合成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消失點比較特殊的地方 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是第二個 再來呢 我剛才有提過 就是你在用的時候 原則上只有藍色的才是正確的 如果你是黃色或紅色 那就表示它沒有辦法取得比較OK的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如果你要用在包裝盒上的 其實可以這樣子 像我們如果像剛剛那個 剛剛那一張圖 看一下 好 我再重新開一個 這裡 像包裝一樣 你想要有兩個面以上的話 兩個面以上 就是三個面 那基本上就是一次以兩個面為主 你看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我是做兩個面 就是第一個面是第二面 如果你連上面都有 或者連這一面都有 它就比較 效果就會比較差 就比較差 比如說我去找一個 找一個這個box好了 我去google 好 我們來找一下 盒子 比如說我們要做包裝設計會有這種盒子對不對 那你就找到 假設我要放在這個上面 我把logo放在這個上面的話 好一樣的 又來了 OK 開一個新的檔案 貼進來 好果然很慘 沒關係 對呀 就這樣 反轉一下 把它變塗成折射片 這樣一樣有效果嘛 好那記得開個新的 那我們一樣從剛剛的這個logo Ctrl加C 回到這邊來 進到裡面去 濾劑裡面的消失點 我把這裡 我把這裡 照這樣子 再過來 過去 好 那如果你想說我連上面也來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是可以喔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你如果連這樣做進來了 我Ctrl加T貼上 Ctrl加T 我把它稍微縮放一下 好 這樣有沒有進到裡面 兩個面是正常的喔 你如果要貼這個腳 有沒有發現問題來了 有沒有那個透視腳就不對了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 你用兩個面的時候是比較沒有問題 三個面 它算出來的這個可能就不正確 好就不正確了 這樣了解 這個是 為什麼要特別提醒大家有這個問題 再來 如果你剛剛那個消失點 我們剛剛講過的 如果你已經 做好了 按下確定之後 那個消失點是不是就會在 那萬一你做好了 你覺得 我這樣做出來效果不滿意 就這個點 效果不滿意 那你要怎麼把它刪掉 你要怎麼把它刪掉重來 你看我按確定 你看我按確定 我們是不是進來 它還會在 自白在 你可以來這邊 Delete 哇 好像刪不掉 有沒有發現 刪不掉 那怎麼辦 把它重設 哇 上面又沒有重設對不對 所以我偷偷按一個按鍵 有沒有看到一個變重設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 要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一個地方變重設了 因為我偷偷按一個按鍵啊 這樣你有看到了嗎 有沒有 因為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按重設 這個如果你做錯了 你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重新恢復到預設 設計軟體的時候 少設了一個按鈕 對應該是這樣講啦 就是它當初在這個 就比較早 現在這個 系列是比較早的版本 好那新的也是一樣沒有 但是 就是 這地方操作上不一樣 如果你真的要把這網格刪掉 我剛剛按Delete沒有用對不對 請問還有哪個按鍵可以刪除 Backspace 倒退鍵 有沒有刪掉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你 會痛的地方就在這裡嗎 因為這個是 跟我們在用的時候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倒退鍵 它那個才可以刪掉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如果你想要仿製的話 它可以這樣 我們剛是貼Logo進來 貼圖片進來 但是如果你是想 這樣子 我們在這裡還有一個可以玩的 就是 像這邊 我們現在在這邊這樣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 柱子延伸過去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工具喔 你看我就直接 變消失點 我一樣把我們的 這個 這個點 把它 把它做好 讓它知道我們的透視點是這樣 那我就把 有沒有這邊現在是紅色的對不對 表示這個 不OK嗎 那我就稍微調一下 有沒有變的 好 那我從這邊把它延伸過去囉 把它延伸過去 好 假設這樣子 我希望 我希望變成這樣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有一些工具可以用 這裡 這個印章有點概念吧 有齁 我們 Photoshop不是外面有仿製印章嗎 這跟那個一樣 你今天可以把這裡的複製過來 紡製印章要用的時候 第一個 是不是要先定義來源點 所以我會搭配一個快速鍵 ALT 因為我們要定義來源嘛 所以我就告訴他 我想要 複製這邊的 有沒有 現在這個筆刷 你就不要客氣了 我一刷 你知道 萬一建築 不如人意的話 但是現在比較偏下面了 比較偏下面了 所以我可能要重新定義一下 怎麼樣 我要再重新定義一下 我要刷這裡 有沒有我可以補出來 其實以前你要做這件事情不是不能做喔 只是補出來的效果比較差 但是我現在刷刷刷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像變得比較簡單了 有沒有這樣我 可以再刷出來 但我現在沒有時間 做比較細 可是你應該知道那個意思 這樣 有沒有 我的建築就延伸出來了 了解那個概念了 因為 有了這個消失點 這樣了解了齁 好 OK啦 所以這次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你也可以像這樣去 建造出虛擬的東西 你應該這樣要先說 這裡要根本來 你還要跟他 這裡要 人家 今天 感谢观看